13岁的男主炭之郎被追带子的炭下山到镇上贩卖 一直以来他们一家西口都居住在山上 炭之郎作为长子因此格外懂事 一家人虽然生活不易但也过得非常和睦幸福 当天炭之郎因为帮居民搬东西而晚了回家 途经上山的路上遇见的熟人认为天色已晚 硬是让炭之郎在这留宿 阻止他独自回到山里 熟人一脸认真的说日落之后会有鬼出没 因此晚上不要外出明天早点起床回家就好 炭之郎好奇的反问鬼会进到家里来吗 那大家都会被鬼吃掉吧 熟人没有回应太多 只告诉他会有猎鬼人来斩杀鬼 这句话让炭之郎听着耳熟 印象中奶奶去世前也说了同样的话 隔天一早炭之郎起床上山 外路上一上去就觉得非常灵敏的他在远处就嗅到了一阵血腥味 一口气直奔上山 炭之郎看见了倒在血泊中的妹妹 迷豆子以及弟弟六郎 房子里的血腥味最为浓郁 妈妈其余的三个弟妹们都惨死在屋里 六人当中只有妹妹迷豆子还有着体温 无助的炭之郎只能背起他准备冲下山去找大夫 也就在路上迷豆子出现了鬼话的反应 他不再是温婉动人的模样 续而代之的是凶狠的眼神尖锐的牙齿 体型可以瞬间变得跟成年女性一样大 这让炭之郎顿时联想起昨晚熟人所说的话 自己一家的死极有可能是鬼的所为 纠缠间迷豆子的眼泪滴落到炭之郎脸上 炭之郎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妹妹还残存着意识 此时猎鬼人闻声起来 想要一刀杀死米豆子 炭之郎为了保护米豆子推开了他 自己的头发随即被锋利的刀给砍下 然而猎鬼人的强大是炭之郎无法想象的 他在练光火时间就从炭之郎手上抓走了米豆子 任凭炭之郎告知他米豆子没杀过人 猎鬼人还是没有改变主意的打算 他告诉炭之郎 米豆子的伤口接触了鬼的血液 所以变成了鬼 鬼的数量就是这么增加的 无可奈何之下 炭之郎哭着哀求猎鬼人放过米豆子 自己保证不会让他伤害人 也会想办法把他变回人类 面对炭之郎的跪地求饶 猎鬼人显得更加的愤怒 他表面怒骂着炭之郎的懦弱 实际上却想激起炭之郎的斗志 看他是否有能力做到他所承诺的一切 这事证明现在的炭之郎虽然很弱 但他还是用了智慧 最大的力量奋力保护着米豆子 至于米豆子 也确实不同于一般会把新人吃掉的鬼 在追击二的时候 他一把挡到炭之郎身前 不顾一切只想保护他 兄妹俩的举动改变了猎鬼人的主意 在炭之郎醒来时 妹妹的嘴里咬射了一根足筒 但是猎鬼人用来防止他咬人的口夹 猎鬼人叫炭之郎到霞乌山山脚下 拜一个名叫玲珑左近刺的老人为师 以便将来加入鬼杀队 玲珑是一个非常出色 且严厉的鬼杀队培育师 此时的炭之郎并不知道 眼前这位名叫富刚义勇的猎鬼人 不仅是玲珑的土地 同时也是鬼杀队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埋葬豪一家人的尸体 炭之郎拉着米豆子的手向前走去 变成鬼以后 妹妹米豆子格外害怕阳光 炭之郎向农民要了一个破篮子 加上一些竹子 重新加固成新的篮子 让米豆子钻进去 变成鬼的米豆子身形可以变大 同时可以变小 钻进竹篮自然是没问题 背着米豆子走了一天 炭之郎来到一家祠堂前 不远处传来一阵血腥味 原来这所祠堂的主人都被食人鬼杀了 看着流着血的尸体 米豆子不滋空的流了口水 作为血肉之躯 炭之郎马上遭到了食人鬼的攻击 米豆子也第一时间保护了炭之郎 剃断了食人鬼的头 但鬼是无法杀死鬼的 因此兄妹俩耗费了许久 都没能将鬼解决掉 一个老人来到炭之郎身后 看着炭之郎优柔寡断 不忍心把鬼杀死的样子 老人心里默默想着 这少年不行 就这样炭之郎耗得了天亮 阳光照射到鬼的身上 鬼瞬间灰飞烟灭 炭之郎这才察觉 这段时间里老人早已埋葬好被杀害的人 他就是一勇要炭之郎去拜见的人 玲珑 开口说了没几句话 炭之郎就因为回答问题太慢 优柔寡断的性格被玲珑打了一个巴掌 然而艰辛的日子这才开始 玲珑不断给予炭之郎各种挑战 好比在大半夜把他带到空气稀薄 又充满人造机关的山里限定他天亮前下山 以此锻炭炭之郎的判断与反应 这些考验看似严峻 但一切都是玲珑的用心良苦 说起鬼杀队 他是一个拥有数百名会员 却一直未受政府承认的组织 由古至今猎杀了无数的鬼 一般上鬼的力量与杀人的数量成正比 试人越多 鬼的力量越强 并且所有的鬼都有着超强的治愈能力 想杀死他们 只能让他们受到热光照射 或是用特制的刀砍下他们的头颅 至于要想加入鬼杀队只有一个途径 到藤西山参加最终选拔并活到最后 而参加最终选拔的前提是 炭之郎必须先得到玲珑的首肯 在炭之郎接受断念的这段时间 米豆子泄露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睡 期间每晚入睡前 炭之郎都会写日记 把自己学会的都记起来 一年过去 米豆子一直没有醒来 炭之郎学会了呼吸法 十种水质型的招式 他有了参与最终选拔的能力 但玲珑却在此时 抛出了一个强人所难的考验 并且只有通过这个考验 炭之郎才被允许参加最终选拔 该考验居然要求炭之郎用刀 劈开一块大岩石 由于一直没能把岩石劈开 炭之郎只能不断复习 玲珑教自己的招式 又一个半年过去了 他还是没有成功 就在他快要感到绝望的时候 他遇到了两个戴着狐狸面具的人 少年名叫香兔 手持木刀 实力比炭之郎强出一大截 他只证炭之郎只学会了表面的剑术使用方法 没有将其融会贯通 化为己用 少女名叫真姑 同样纠正了炭之郎许多缺点 他温和且神秘 偶然会说 加油 大家一直都在看着你这类奇怪的话 就这样 炭之郎不间断的又锻炼了半年 一个下雪的夜晚 他终于打败了枪兔 在枪兔的面具被砍下的那一刻 炭之郎看起来面具底下 枪通一点欣慰与安心的样子 带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成功劈开了岩石 灵龙凝重的走到炭之郎身后 因为不想炭之郎在最终选拔里死去 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让炭之郎参加选拔 没想到这下炭之郎居然真的劈开了岩石 说完 灵龙摸摸炭之郎的头 尽口认可他很出色 要他一定要活着回来 隔天一早 戴上了灵龙亲手为他做的避邪面具 炭之郎赶到了藤西山 这座藤西山里囚禁着一些 被鬼杀对剑士抓来的鬼 只要在山里存活七天 就算是通过了最终选拔 于是 一群年轻人就像是火耳一样进了山 炭之郎很快就遇到了鬼 拳击中使出一招办事 一般的鬼自然是难不了他 但不久后 他就遇到了一个体型庞大 身体长着一堆手收的大怪物 炭之郎为了救人 卷入了这场斗争 谁知怪物一看见炭之郎的狐狸面具 居然露出一副期待已久的模样 原来他是47年前 被玲珑抓来这里的鬼 为了报复玲珑 他已经吃掉了13个玲珑的徒弟 锻炼期间 炭之郎遇见了枪吐与真骨 也其实在多年前 就被他残忍杀死了 带着为恶人报仇的愤怒 炭之郎起初开局不利 但秉须着自身的冷静 已经能够判断出 对方致命点的嗅觉 炭之郎杀死了鬼 此时此刻炭之郎终于明白真骨所说 大家都在看着你这句话 现在大家都在等着他回去呢 在那之后 炭之郎不到问其他的鬼 有没有能让鬼变回人类的方法 七天过去 炭之郎与另外五人通过了最终选拔 得到了一只 主要用于接受鬼杀队任务的传讯乌鸦 一套队符 以及用于制作刀的材料 睡夜 炭之郎终于回到了家 在他离开的七天里 沉睡了两年的迷豆子 也已经醒了过来 他冲上前 一把抱着了炭之郎 似乎比之前更有自己的意识 玲珑猜想 迷豆子与一般的鬼不一样 他能够透过睡眠 恢复自己的体力 就让炭之郎欣慰不少 15天后 炭之郎收到了猎鬼专用的日轮刀 随着传讯乌鸦烧来的指令 炭之郎开始了 他在鬼杀队的第一个任务 西北边的小镇 每晚都会发生少女莫名消失的事件 炭之郎的任务 是找出潜伏于小镇的鬼 将其斩杀 出发的前一晚 玲珑告诉炭之郎 这世上只有一只鬼 拥有使用血液把人变成鬼的能力 他就是杀害炭之郎家人的仇人 唯一可能知道如何把迷豆子变回人类 这世上的第一只鬼 鬼舞式 无惨 次日 炭之郎背上玲珑给他特制的青变木香 但是迷豆子起程来到了小镇 他遇到了未婚妻被鬼掳走的少年 和四 和四自从在未婚妻失踪后 便过得浑浑噩噩 未婚妻的父母认定是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 灵力也不相信他所说 未婚妻突然消失的事 这种时候 唯一度炭之郎相信了他 于是他跟随炭之郎 四处搜寻鬼的气味 当天晚上 鬼再度出现 掳走别的少女 不同于一般的鬼 这只鬼拥有血鬼术 简单来说 他是一只有着自己专属技能的鬼 探子郎嗅到了他的气味 还在少女死去前救出了少女 然而 这只能过一分为三 并且在地底下游动的鬼并不好对付 加上探子郎得保护和四以及少女 以至于难度大大的加深 但探子郎等人 差点被鬼所伤时 迷豆子一脚踢开箱子 保护了他们 原来在迷豆子昏睡期间 玲珑给他施加了暗示 告诉他 人类都是他的亲人 要保护人类 鬼是敌人 这下子探子郎不再是孤军作战 迷豆子听从着探子郎的吩咐 在地面保护和四以及少女 探子郎则进入沼泽 使出自己最强的招式 成功杀死两只鬼 回到陆地 他询问鬼有关于鬼武士无惨的下落 鬼露出了极度恐惧的眼神 宁愿被砍头也不肯说 作为鬼刷队的第一个任务 总算完成 探子郎用布满后捡的双手 鼓励了和四以后 转身潇洒离去 不久后 他再度收到传讯乌鸦新的指令 让他前往东京浅草 去消灭下一只鬼 或许是缘分 大城市里 探子郎嗅到了无惨的气味 即使只是在两年前 偶然嗅到过 但气味一直残留在探子郎的脑海里 终于他找到了无惨 没想到此时的无惨 居然假扮成人类生活着 并且有了作为人类的妻女 不想浪费时间在探子郎身上 无惨以光速 将血液植入了路人体内 短短的一分钟里 路人变成了鬼 咬伤了自己的妻子 喧闹的重事 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看着远去的无惨 探子郎大喊着 一个神戴香味的女人 出示小姐出现 帮助了探子郎 她是鬼 同时也是医生 有着与探子郎相同的敌人 无惨 兄妹俩来到了 朱氏小姐现居的地方 了解了更多与鬼相关的知识 两百多年来 朱氏小姐也一直在研究 把鬼变回人的方法 为此 她需要探子郎帮忙 从拥有大量无惨血液的鬼身上 采集血液 然而 被无惨植入过大量血液的鬼 力量的强度也会和无惨接近 要得到他们的血液 更是难上加难 就在此时 无惨派来的两只鬼 居然找到了朱氏小姐的家 原来无惨发现了探子郎耳朵上 带着的花牌 并对其有着很深的割印 多年前 她差点就死在了一个耳带花牌的男人手下 手球鬼自称自己是十二鬼月 话说 十二鬼月正是无惨的直属部下 也就是被无惨植入最多血液的十二只鬼 经过一番精烈打斗 探子郎 迷豆子 朱氏小姐 与使郎 联手杀死手球鬼 与见头鬼 遗憾的是 这两只鬼都不是十二鬼月 并且真正的十二鬼月 比他们还要强出许多 与诸氏小姐道别后 探子郎背着迷豆子 前往执行下一个鬼杀队派遣的任务 一路上 他们再次邂逅了本巨男二 与探子郎同期参加 并通过最终选拔的 我欺善意 与探子郎不一样 善意没有想要杀鬼救人的报复 他因为被女人欺骗 欠下了一大笔钱 而期待还债的老头 是一个鬼杀队培育师 所以善意才被迫进行特训 因为不想参加选拔 他被师父扇了几个巴掌 在侥幸通过选拔后 他认为自己 迟早肯定会被鬼吃掉 而害怕的不想执行任务 胆小 爱哭 特烦人 这些就是善意的缺点 但无可否认 善意与探子郎一样 是个善良的人 除了把探子郎给他的包子 分回一半给探子郎 还有很多 很多 这回 探装与善意 被安排前往执行同一个任务 一座大宅子面前 一对兄妹被吓得色色发抖 哥哥名字叫正一 妹妹 名字叫光子 就在昨晚 归将他们的哥哥 阿青抓进了屋里 从刚才开始 善意的耳朵 不断听见一些怪异的鼓声 他的听觉 从小到大都特别灵敏 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 随着几声 噔噔噔的声响 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 飞出了窗外 重伤死亡 以上是鬼灭之刃 第一季上半部的解说 下一期我们将看到不一样的善意 男三 嘴平 一之柱的登场 探子郎与迷斗子的蜕变 以及鬼灭之刃 第一季的完结篇 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欢迎点赞 分享 订阅加开铃铛 遇到朋友 欢迎点赞 收藏 投币 分享哦 我是魔女教二 我们下期见